同学们好,欢迎参加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的学习。 本次课,我们来一起学习职业生涯规划的经典指导理论之一, 霍兰德职业兴趣理论。 我们先来一起认识下理论的提出者,约翰·霍兰德。 约翰·霍兰德是美国著名的职业指导专家。 1959年,他提出了人境匹配论,强调人与环境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 1969年,他根据在实物经验上的观察与研究, 进一步发现并明确了人与环境两者之间的关系, 提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六边形理论。 六边形理论又称为职业选择类型论。 1973年,他对该理论做了重新修订, 出版了《做职业选择》一书。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霍兰德职业兴趣理论。 在20世纪60年代, 霍兰德在帕森斯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职业兴趣理论, 将职业与兴趣做出了更为直接的关联。 经过长期的实践验证, 职业兴趣理论已发展成为影响力较大的理论。 霍兰德对特质因素的自我了解原则进行深入分析后, 得出新的认识。 人的人格类型,兴趣与职业密切相关, 而职业方面的兴趣与人格之间存在很高的相关性。 兴趣有促使人们活动的作用, 凡是具有吸引力的职业, 都可以提高人们的工作积极性, 从而促使人们积极愉快地从事该职业。 霍兰德把人格与兴趣结合起来研究, 将个人特质分为现实型、研究型、 艺术型、社会型、企业型和传统型。 每一种个人特质在对应的职业环境类型中工作最协调和匹配, 由此获得的职业满意度。 职业稳定性与职业成就感也最高。 职业生涯规划的首要目标便是寻求这种个人特质 与职业环境类型的适配与一致。 首先来说下社会型。 社会型是喜欢与人交往,不断结交新的朋友, 善言谈,愿意教导别人,关心社会问题, 渴望发挥自己的社会作用, 寻求广泛的人际关系, 比较看重社会义务和社会道德。 企业型是追求权力、权威和物质财富, 具有领导才能,喜欢竞争、感冒风险, 有野心、报复,为人务实, 习惯以利益得失、权力、地位、金钱等来衡量做事的价值, 做事有较强的目的性。 常规型则是尊重权威和规章制度, 喜欢按计划办事,细心有条理, 习惯接受他人的指挥和领导, 自己不谋求领导职务, 喜欢关注实际和细节情况, 通常较谨慎和保守,缺乏创造性, 不喜欢冒险和竞争, 富有自我牺牲的精神。 而实际型是指愿意使用工具从事操作性工作, 动手能力强,做事手脚灵活, 动作协调,偏好于具体任务, 不善言辞,做事保守,较为谦虚, 缺乏社交能力,通常喜欢独立做事。 调研形式思想家而非实干家, 抽象思维能力较强,求知欲强, 肯动脑,善思考,不愿动手, 喜欢独立的和富有创造性的工作, 知识渊博,有学识才能, 不善于领导他人, 考虑问题理性, 做事喜欢精确, 喜欢逻辑分析和推理, 不断探讨未知的领域。 艺术型是有创造力, 乐于创造新颖与众不同的成果, 渴望表现自己的个性, 实现自身的价值, 做事理想化,追求完美, 独重实际, 具有一定的艺术才能和个性, 善于表达,怀旧, 心态较为复杂。 然而,大多数人都并非只有一种性像, 比如说, 一个人的性像中很可能是 同时包含着社会性像, 实际性像和调研性像这三种。 互兰德认为这些性像越相似, 相容性就越强, 则一个人在选择职业时 所面临的内在冲突和犹豫就会越少。 为了帮助描述这种情况, 互兰德建议将这六种性像 分别放在一个正六三角形的每一角。 无论是个人特性, 还是职业环境类型, 它们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这六种类型按现实型、 研究型、 艺术型、 社会型、 企业型、 传统型的顺序, 依次为成六边型。 各类型相互之间存在三种关系, 相邻、 相隔、 相斥。 在六边型上, 相邻的两类职业类型相似性最大, 如现实型和传统型。 六边型内处于对角, 最小的两类职业类型相似性最小, 可视为二者相互抵触, 如艺术型和传统型。 霍兰德的理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生涯辅导理念, 把个人特质和适合这种特质工作联合起来。 霍兰德的理念是, 人的内在本质必须在职业生涯的领域中得以充分拓展, 期待一个人能在适当的生涯舞台上充分地展现自我, 实现自我, 不仅能安身更能立命。 他的理论就是协助当事人从迷惑中找到人之所事的立命之所。